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很高兴又见到你 今天我们这一节先来谈一谈命题 那么命题是数理逻辑当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就好像自然数对算数一样 那么什么是一个命题 对确定的对象做出判断的乘数据 我们说就称作为命题 而且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 那么我们就称这个命题为真 否则的话就称这个命题为假 那么真假是命题的固有的属性 我们把它称之为真值 那么什么样的语句是命题呢 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 血是白的 那么这个它是一个乘数据 而且它是最确定的对象 血 它的颜色 白色做出一个判断 所以它是一个命题 而且它是一个真命题 2加2等于5 那么这是关于三个确定的自然数对象 2、2和5 它们之间的关系 做出了一个判断 它也是乘数据 所以它是命题 但是因为它声称2加2等于5 我们知道这是错误 所以这是一个假命题 这个就有意思了 林贵倩 当然它是一个疑问句 我们说疑问句它不是乘数句 所以它不是一个命题 它只是关于希望了解 对方的个人的一些信息的一个疑问 X加Y小于10 那么我们来看 它也是关于三个对象之间的关系 X、Y和10 而且它声称了X加Y小于10 那么它确实是对对象之间的关系 做出一个判断 它也是乘数据 那么很遗憾 它不是一个命题 因为X、Y它不是确定的对象 而我们只有把X和Y取定自然数的值之后 我们才能够把它称作为一个命题 那么所以总结起来 命题的三个识别的要点 就是第一 它必须需要是一个乘数句 第二 它是一个判断 第三 它是关于确定的对象 做出的一个判断 我们再来看看几个语句 袁世凯称帝的那天 北京下语 那我们知道 这是关于时间确定 地点确定的一个 对于天气的一个论断 所以它是一个乘数句 但是这个命题的真值 可能很多人在现在并不知道 大于2的偶数 均可以分解为两个素数之和 这个是很著名的戈德帕尔猜想 那么它也是对于确定的对象 就是所有大于2的偶数 它做出了一个判断 那么它也是一个乘数句 所以它也是一个命题 只不过这个命题的真值 过去我们不知道 并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么现在还没办法确切地知道 那么将来能够知道 我们现在还没法说清楚 因为还没有人能够证明它 请把脚挪一下 这是一个命令 所以它是一个乘数句 而不是一个乘数句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命题 谁拿走了桌上的杯子 这是一个疑问 所以它也不是命题 2是偶数 而且3也是偶数 那么这个很明显 它也是一个命题 它是关于2和3 它们分别做出的一个判断 但是我们这发现 它跟前面的命题 有一些区别 因为它是关于2的论断 以及3的论断 中间用一个而且给它连接起来 那么这样的命题 似乎复杂了一些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命题呢 我们后面还会再进一步地看到 那么争执 是命题的固有的属性 不过是否知道争执 或者说能否知道争执 却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那些自相矛盾的悖论 是不能够作为命题的 因为它们的争执 压根就不存在 比如说这句话是错的 这个论断 那么表面上看来 那么它符合确定的对象 做出判断的乘数句 这三个要素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它的真值 确定为真 那么根据这句话 自身的乘数的话 那么它就应该是假 而我们把它这个真值 设定为假的话 那么根据假假为真 那么又变成了真 所以呢 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 这种病态的语句呢 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命题 那么命题非真即假 所以呢 也不能够坚而有之 也不能够不真不假 那么这种非真即假的 这种属性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已经非常的习惯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它其实是一个基本的假设呢 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了